大家好 欢迎回来 衰鬼联盟的炮谷片 还想怎样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天仔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由奔口龙界执道的无邪之境 开始之前看这条片的 如果是喜欢看剧剧的话 希望你们可以订阅衰鬼联盟 我们每星期都会和大家分享一套影视作品 事不宜迟 马上开始今集的分享 故事讲述居住在长野园小村庄的 巧和花 原本两父女相依为名 过着一些简单平凡的生活 但有一天 来自城市的发展商 突然间就来到村庄 还想在这里建一个豪华的露营区 但这样做不但严重影响到 村里的水源和自然生态 还改写了这两父女原本的生活 无邪之境和奔口龙界上两套作品 偶尔遇上像和Drive my car 有点不同 有看过的观众都知道 这两套作品里面有很多对白 几乎就是不停用对话贯穿整套电影 相比之下无邪之境的对白是少之有少 片长106分钟里面 讲对白的场合加上最多都是30分钟左右 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空镜和长镜头 少了对白 取而代之的就是多了环境声和配乐 而这两件事在讲故事上也有很大的作用 其中一样就是呈现外来者打破安稳 好像在电影一开始有个差不多10分钟的 树林check shot 配合也是很静很舒服 但突然间就剪了一个wide shot 后来看见巧的女儿花 前面的所有声音都是突然间被sharpcut了 就好像大自然的宁静被打摇了 后来巧在树林里面砍柴树 这些声音都是特别吵的 之后去到其中一场很关键的对话戏 就是发展商召开的居民大会 来一句我一句 甚至慢慢演变成口角 整场戏的吵又再一次打破了村庄的症 因为发展商未来的时候 村民都是过了一些简单平凡的生活 他们的对话都是一句起两句子 但正如巧在居民大会里面所说 他自己和这帮村民其实都是外来者 不是什么原住民 他们的祖先在战后因为政府计划开行 而来到这里破坏了大自然的安稳 同样对于村民来说 城市发展商都是外来人 他们来开发都是破坏了他们原本安稳的生活 而这场居民大会除了呈现外来者打破安稳之外 也带出了两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一男一类的发展商代表 高桥和黛 原本见到他们在居民大会上的表现 观众和村民都一样会觉得他们只是向前看 不惜一切都要建这个豪华露营区 但透过之后他们和上司汇报居民大会的情况 和他们炸车回去村庄的这两场戏 我们就发现高桥他们两个其实都不是那么坏 对比他们的上司 至少他们是有心想帮村民 真是想拿到平衡 甚至其实他们都不是很专业现在的一份工作 所以他们的出现可以说是间接带出了 其实邪恶是并不存在在人心里面的 不同地方的人有各自的生活方式 同样大自然都有他自己的规律 各取傻缺最重要是拿到平衡 但当某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出现 人性的善和恶就会被显露出来了 当然考的转变就是最体会到这一点了 至于在结局方面 我的理解其实就是前面已经慢慢铺排 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戏里面提过两次的半战车 意思就是说野车原本是温馴的 不会主动攻击人 但如果中枪之后他没有即时死 就会变得有攻击性 其实某程度上我自己就觉得这里的村民就好像野车 开居民大会的时候考都说 其实我们不是要盲目兼具发展商来起豪华露营区 只是想发展商明白 这样做是会对村民带来了某些不便 希望他们可以拿到平衡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村民仍未有恶意 但当高桥他们第二次回到村庄的时候 不单止没有做到村民的要求 甚至没有带来解决方法 反而主动跟考去学担水 砍柴这些村民眼中假情假意的行为 甚至去到最后其实都是坚持想用尽方法 建造豪华露营区 某程度上其实已经踩到村民的底线 而令到考冻杀机的道火线 这边可以说是很后段 考和高桥他们在车里面的一场戏 那场戏考就跟他们说 豪华露营区的选址 其实刚好就阻止了野鹿走 但是高桥他们就说 反正野鹿都怕人又没有攻击性 到时起了他们就自然会避开 考听到的时候就立刻反问他 如果是这样的话 野鹿可以去哪里呢 但是高桥就说 总会找到地方 我认为正正就是这一下令到考冻杀机 正如刚才所说 高桥他们再次来到村庄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提供到解决方法 而那句总会找到地方 就好像是做了先起了先 那些问题总会解决到 况且那些鹿有没有攻击性 其实高桥这句 可能是没有心人说 但是就有心人听 考就会把自己和村民的情况 代入了野鹿 你们今天会这样对野鹿 明天可能都会这样对我们 见我们没有反抗 就可能会得一想二 而去到最后一幕 考的女儿花 面对半战鹿的时候 他除了自己的拉姆 想用来帮他止血 而高桥看到他这样做 就立刻想上前阻止 无论是花还是高桥 其实两个人的行动 看似是没有斜念 出发点也是好的 甚至高桥这段时间 在村里的表现 他的出发点可能也真的好 但是就激发了半战鹿 和考的恶念 其实整部电影 考都给人一种很诡异的感觉 因为他的资讯和背景 几乎是少到没有 甚至因为这样 而有种反差 令我们觉得明明是没有事发生的 但就肯定是刑住刑住 一定有些东西 看的时候我也有想过 究竟花是不是他亲生的女儿 还有只是在照片里面见过的老婆 到底又去了哪些问题 而除了考之外 其实电影里面也透过很多的毛 没什么对白 角色没什么动机 故事没什么戏剧性 令到我们以为真的没什么会发生 就好像我们看完整部电影 都其实不可以很了解到 考的真正动机是什么 因为他给人的感觉就是 一直都没有显露恶意 在居民大会上又很客气 怎会猜到他最后突然反转的行为 而这一切的毛 就令到大部分观众 包括我自己 在原场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又不能很肯定说出为什么的感觉 又或者可能真的要像奔口龙隔 在访问里面说 看三次你就会深入明白多点这部电影 那今集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观众有看过这部无邪之境 都希望你们留言 我也想知道大家怎样想这部电影 或者有什么有趣的想法 最后如果喜欢这部电影的话 就可以like和share给朋友 最重要是subscribe这个channel 下次见 拜拜 拜拜